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实修设的成功还是产品 还是我们的产品 还是我们的技术 最重要的还是Ectaco发动机 上个月能够实现三万台的这种下限 这是最最核心的 因为没有发动机 就没有汽车进一步的升级 我觉得汽车车外观是比较漂亮的 比较漂亮应该说 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点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都会赢紧 加上一个精通的资本 到来自成功的产品 以为它应该可以给产品 的货品 银联中 尤其是 资增本能够称 每天的赖本能够称 随着我们自主品牌向这个高端进攻的时候 跟盒子品牌才有正面的交锋 所以说跟盒子品牌的真正的竞争 让盒子品牌感觉到真正难受的时候才刚刚开始 相当的竞争 我们在国外目标市场 正在扩大建立自己的营销网络 以及售后服务的这种整体的网络 另外还有一个零不见周转库的这么一个规模 在2008年的时候 我们长城汽车的出口和国内销售的比例 将达到1比1这么一个水平 因为实际上它不管合资的国产以后的 它也全部都是外国进来的一些技术 它技术都是国外的 所以你还不如直接选国外的 是吧 我觉得现在最近几年国产的车质量 香港也还说得过去 都还不错 而且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吧 比较省油啊 维修费用也比较便宜